中共军机上周大规模侵扰台湾 中共最近频频动作 美国前情报总监解读 正在测试拜登会否反抗中共 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受访警告 中共在找拜登政府的软肋 企图施压台湾人民 蓬佩奥说中共就怕印象 白宫发言人莎琪25号表示 美中激烈竞争 拜登会以战略耐心 或称策略性忍耐处理 前情报总监说 这不符合情报揭示与情报机构的建议 拜登应该延续川普基于情报的政策 如果你真的要忍耐 你也不会讲出来 可预测性 知道你拜登会退 魏马共和国跟英国的张伯伦 对希特勒是不是策略性的忍耐呢 二战之后 杜鲁门跟马歇尔 是不是对中共的做大跟扩张 有策略性的忍耐 所以策略性忍耐 可以说是策略性的投降 策略性的绥静 结果是导致生理涂炭 川普曾表示 日内建立了巨大联盟 以空前方式对抗中共 但被民主党视为美国独行 拜登白宫重申 要跟盟友商议对中政策 不过这被质疑 是从川普的美国率先优先 变成了美国靠后 来自香港的律师桑普 提出观察拜登走向的指标 例如是否继续制裁华为 是否派人访问中国大陆 谈些其他协议 台湾与国际社会 必须从香港被中共渗透 掌控过程 记取教学 就好像二战前 希特勒侵略苏台德区一样 那下一个 台湾会不会变成当年的波兰呢 新唐人也在电视桑浪紧张东西 台湾台北播放